在网络世界里,实况主为了迎合观众常常会说出违心的话 然而有一位知名实况主因不断想开心扉 由于说出真相,这不幸迎来了粉丝的抵制和攻击 如果玩家在这样打压的情况下,是否依然坚持初心呢?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在龙族交易2的游戏尚未推出前 官方就在推特上分配介绍了游戏的辅助随从 他们单独撑布在世界各地 玩家可以靠交谈的方式雇佣这些流浪随从 让他们成为队伍的一员一同冒险 官方为了让这些随从更受玩家的青睐 于是就与居民实况主合作 将他们的形象加入游戏中 然而就在公布第二批的辅助随从时 其中的Xpongo就遭到了玩家的嫌弃 实验没有人会使用它 准备将Xpongo从游戏里删除 那究竟为何Xpongo会受到玩家们的唾弃? 接下来玩家机密将与玩家们分享 Xpongo应说实话被正义魔人抵制的故事 如果有遗漏或只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哟 Xpongo本名Zroll 是一名以其独特的观点 和对某些事件的看法 而备受争议的Twitch矿主兼YouTube内容创作者 由于他敢于直言不讳的性格 使得他成为了网络世界中备受关注的人物 在Twitch的主频道拥有高达350万的追踪者 在次频道上也有180万的追踪者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在笼足这一二里的辅助随从 才会引起了大量玩家的反对声 先前Xpongo就因为支持卡普特斯 而得罪了Swee Baby工作室 于是当与Swee Baby交好的Elisa 得知他受到玩家的排挤后 趁机表达了反对的声音 之后更是出现了各方势力的抵制 试图运动舆论的压力 迫使卡普空取消与Xpongo的合作 除此之外 在Xpongo影片的评论区 也出现了许多反对的声音 从重多的评论里也找出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Xpongo之所以会遭到多人的抵制 是因为他先前发布过一些令人反感的言论 包括仇视女性、种族歧视、跨性别歧视者 歧视LGBT群体以及女性创作者 网友觉得将一个厌恶女性和种族主义的偏执狂 放在一群POC、LGBT和女性内容创作者的旁边 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这个讽刺的现象也引起广大网友的转发讨论 使他受到了更广泛的抵制和批评 早在2017年 Xpongo就被网友批评为一位种族歧视者 他自己也暗潮不管在什么地方 他都会被指责是种族歧视的人 有时他在直播暗黑破坏神时 一位玩家在聊天室打出了N-word 虽然当时他有注意到 但却没有阻止对方 这举动让人们觉得 他允许种族主义者出现在他的直播间里 并可以开篇敌其他种族的笑话 但是在Xpongo的角度 他觉得某些人说出这个字 是因为愚蠢想要搞笑 这样的心态是可以原谅的 可若是带着恨你去说 则是不可以被原谅的 当然他也强调不管是哪种都是不恰当的 然而这样的言语 更让人们觉得他就是个种族歧视者 通年Xpongo因对卡锤娜旋风的不当言论 而被大量人举报 斩召Twitch短暂的封锁 四年他因为称某些人为同性恋 再次遭到Twitch的封锁 他觉得就以这样为封锁理由 有点太悲哀了 他在这次事件中表达了对言论自由的看法 并希望社会可以到达一个境界 不必他不迎合那些会因为几个字 而受到伤害的人 然而他的这些言论 引发了更多争议 被网友贴上种族歧视者 和启示同性恋的标签 不过这些标签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 Xpongo在面对政治正确的论点时 告示大胆提出对游戏中性感女性的看法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争议魔人 那么讨厌游戏里的性感女性 认为只有那些丑陋 且没有安全感的女性 才会对女性角色过度性化而不满 并且相较于男性 男性角色更是被女性更加性化 然而却没有受到男性玩家的不满 在另一场关于如何才能得到更多观看流量的问题中 到谈言观众都很注重实况主的形象 特别是女性 不管那位实况主都有趣 一旦与肥胖或丑陋扯上关系 那么观众就不会喜欢那位实况主 尽管他知道这个答案会引起大众的不满 但他还是坦率地说出并强调这就是真相 这两次的实话无疑得罪了女权的圈子 最后Cassie Trump爆料Xpongo和Tran 共同建立了一个厌恶女性的社群 这个爆料让很多不明所以的网民相信 大使有人却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曾在Xpongo的直播间 亲眼看见聊天室里 有人嘲笑女性开发者丰满的身形 而Xpongo当即表示了立场 并在影片结束后封锁每一个犯错的人 最后在幻兽帕鲁因使用AI而陷入争议时 Xpongo却表示支持使用AI的行为 并表示艺术家的意见不重要 周围又引起了大量艺术家的讨伐纷争 说他表达的是脑残言论 缺乏知识与现实脱节 胡言乱语只认为自己是对的 不明白为何有网友支持他 不过也有部分网友同意Xpongo的观点 认为他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说话 而换售跨鲁的成功 也代表AI技术确实是可行的 Haven为了进一步取消游戏 与Xpongo合作 提出卡普空居然找了 不喜欢游戏的实况处合作 但龙族交易2推出预告片时 Xpongo就对游戏内容 提出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起初他发现卡普空 为了迎合政治正确的市场 特地在游戏里加入了肥胖者 这让他有些许的不满吐槽 不过他也看到了其他值得表扬的部分 像是游戏低图比第一款游戏 大了大约4倍 游戏的艺术风格和调色 让他感到很舒服 在游戏发售前 有些玩家已经得到第一手的体验 但是他们对游戏的难度感到惊讶 而Xpongo却发表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认为游戏的重点不在难度 而是玩家的实力太糟糕了 同时他更喜欢这种 让玩家自己发现新事物 而没有系统提醒的机具 而这个说法再次引起了反对声 有人认为Xpongo只是玩了 龙族交易将近4个小时 而且在没玩过就做出评论 他的看法很容易误导其他人 WoofRFPS也认为Xpongo没有考虑到 求破游戏的挑战 和实况主对掌握游戏机制 和射手游戏教程的能力 实况主不仅要娱乐观众 还有学习游戏 使得实况主很能完全理解游戏的机制 在大量的质疑和攻击之下 Xpongo决定破罐子破摔 至少他确实如网民说的那样 从事女性、种族歧视、跨性别歧视等的罪名 反正不管说什么 网民都不会被他说服 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所以他下定决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被标上什么吸引仇恨的标签 或是烧到什么样的网络暴力 他都不会停止他所做的一切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Xpongo做错 也有不少的人支持他的感言 像是在面对被其他群体打压时 具有知名人士力挺Xpongo 有权报导游戏并发表一件 Inlon Musk也指责 Sweep Baby工作室 才是游戏行业的祸害 他们所做的一切 只是让游戏变得糟糕 希望他们赶快破产 在游戏发售当日 Xpongo就买下了游戏 并在Twitch上直播游玩 以他的形象指示了角色 甚至为了取悦观众 不惜利用自己的黑历史形象 在两年前 Xpongo就提过他不愿接受 自己变秃头的事实 当时有玩家开玩笑 如果他变成秃头会更加好看 让他接受变秃头的事实 没想到他为了取悦观众 不惜悔形象利用自己的黑历史 Xpongo确实是位 感人说实话的传奇实况主 像是当JK罗林 因误导发言引起了争议 导致他游戏遭到了 跨性别社群的攻击与骚扰 而Xpongo却不具危险 出来制止对方 他也曾发表过有争议的声明 像台湾是一个国家 而中国是一座监狱 尽管这样的行为 得罪了不少的网民 但他还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因为他知道 如果要在网络上批评任何东西时 就一定会受到骚扰 或者人称攻击 如果不想要被骚扰 就不可以有任何负面的分析 而这也不是他想要的 也有网友认为 人们常常将建设性的批评 和混乱混为一谈 但Xpongo说的 其实是建设性的批评 在面对黑粉的抵制时 不知道玩家对这次事件 有什么想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 现在只需预言加入我们的patreon 每个月都有游戏相关的giveaway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